欸我這個新髮色好像第一次在這個頻道出現對不對 如果沒有發到的人 就是因為你們沒有追我IG 嗨我是阿欣 歡迎收看今天的KPOP版本版第11集 那我們今天要來盤點一些很像的IDOL OK 那在那之前我們一樣 先來看今天的新聞還有誰回歸 好 首先是我們KPOP週記的部分 這兩週好像沒有發生什麼新聞欸 可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新聞 就是XO的Chang 他突然當人父 現在是怎樣 1月的時候不是公布了他要結婚嗎 3個月後 已經當爸爸了 謝謝 出生了 所以當初那個小道 感覺就是真的 有心生命出生當然是好事啦 只是說感覺好像有點太完跟大家講了 這好像又跟單純公布結婚其實好像又是兩回事 我自己也是很意外啦 好啦我就不多講了就先到這邊 Hashitowawa 超多人回歸 那我們就趕快開始吧 好的 今天的Hashitowawa呢 是盤點28號到5月11號的回歸 公園少女呢 以一個非常輕快的歌曲回歸了就是 Bazooka 同一天的Ravi也回歸了 大家不知道記不記得 前陣子呢 有一個很好笑的新聞 就是Ravi跟Kai的對話 反正就是一看就知道是好朋友的對話這樣 那這首歌是跟艾莉一起合作的 叫做 然後29號呢 我們NCT Dream也回歸了 這次的歌曲呢 是比較成熟一點的少年感 歌名就叫做 5月1號呢 SM的Station呢 推出了新的單曲 然後是 音色流氓有沒有 然後意外的非常的搭 歌名呢 就叫做 NONICA 喔再來4號 感覺是比較稍微 優緩一點的輕快歌曲 就來聽一下這個 再來呢 回歸了 這次的歌曲呢 比較是輕快的巴比的感覺 歌名就是 再來呢 他們最近應該圈了很多飯吧對不對 尤其是文兵 好像這次呢 帶來的歌曲也是非常的帥氣 叫做 5月6號 IU跟SUGA合作的這首 8 雖然才不到三分鐘 但非常的耐人尋味 還沒聽到一定要聽好不好 7號呢有兩組 首先 臉紅了思春奇 以一人的體制回歸了 那這次呢 找來了XO的博弦來Fate 歌名呢 就叫做 蝴蝶和貓咪 再來呢 樂團出道的就是 LUCY 非常有特色是他們裡面有加了很多的弦樂 這次的歌名呢 就叫做 Flowering 5月7號還有一個 就是 大家記得嗎 他參加了16 然後後來又參加了偶像學校嘛 終於終於出道了 帶來的出道曲 19 19 5月11號呢 有兩組回歸了 首先是我們這個 每一首歌非常好聽的 Day 6 他們這次呢 帶來一首比較稍微傷感一點的歌曲 叫做 Zombie 最後一個呢 就是我們的 他們也回歸了 超級性感 而且他們的造型也做了非常大的改造 比如說 金髮的明炫啊 或是有點類似平頭的阿忍 真的很好看很帥 帶來的歌名呢 就叫做 好我們攀點完這兩週回歸的人了 我們馬上進行我們 今日K什麼 好今日K什麼 我們要K的是稍微輕鬆一點的主題 就是那些長得很像的IDOL 你會非常的好奇他們到底是不是 雙胞胎 反正像不像本來就是見仁見智啦 今天講的這八組呢 是我自己 在第一眼的時候也覺得還蠻像的幾組 就 事不宜遲趕快開始 首先這一組的關鍵字就是 松鼠 一題就知道誰了吧 那松鼠這樣的特徵呢 就是他們 嘴巴就是小小的 臉頰鼓鼓的 就很像是 松鼠這樣可以放那個 核桃在裡面這樣 就很可愛 一開始覺得最像的就是 因為他們真的有幾個角度 你會很懷疑 他們是不是真的 同一個家裡出來的 明賀呢也是真的很多人 講說真的很像的 祝賀 有一張照片真的很有名 照片一出來的時候 就引起熱意 我真的很想看他們三個合作好不好 接下來這一組 KRISTOL跟潤鵝 KRISTOL剛出道的時候 真的真的非常多人說 他長得像潤鵝 但是潤鵝 他就是走男女那系列 後期就比較少被大家提起 說他們長得很像 出道出去的時候 真的真的很多人說 他們長得像雙胞胎 然後反而跟姐姐 JESSICA不像這樣 既然講到JESSICA了 我們再來講 西卡跟GFREM的新筆 記憶猶新2015年 我一看到新筆的時候 想說 這不是西卡嗎 他們的臉型啊 都是偏長的 然後鼻子也是比較摘 嘴巴也很小 看就覺得這個神韻 怎麼就是西卡 奇怪 到底他們是不是放錯家庭 西卡跟Crystal沒有那麼像 然後反而他們各自跟其他人很像 這點真的非常有趣 再來這一組呢 也是早期的時候 蠻多人講的 就是 博弦跟V 就是他們的鬼型 蠻像的 BTS剛做到沒多久的時候 他那時候 妝不是比較濃嗎 對就是像這樣子 對對超級濃 那時候我也很長 不小心把他認成博弦 後來呢 他們兩個真的有拍了一張合照 就是這個 他們故意擺了這個很像的表情 是兄弟吧 是兄弟沒錯吧 欸我突然變得很像日本槍 沒做飽 是兄弟沒做飽 哈哈 再來這一組呢也是三個人 關鍵字就是 恐龍 沒錯就是 Amber 東海跟中炫 他們三個就是非常典型的恐龍像 他們臉型都是偏有人有角的 鼻孔的比例可能會比一般人稍微大一點啦 對對對 尤其是東海跟Amber 是最多人講說 他們長得很像這件事情 而且他們自己也很常合照 他們就是SM家的三兄妹這樣 再來這一組呢 好像比較少人說他們像 就是 納恩跟伊吉的劉真 劉真最近的這張照片 就會讓我覺得 蠻像納恩的 大部分的人沒有這樣覺得 是因為 本來團體走的風格就不一樣嘛 因為伊吉就是腦胖 很有個性做自己的風格 然後Epping就是清純路線 因為他們的臉型都是比較圓潤的 下面這邊都是比較古的 所以他們有一些神韻角度蠻像的這樣 然後反正啊兩個都是美女 再來這一組呢 大家心驚樂道的 Irene 泰妍跟恩菲 標誌美女 就是應該長這個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Irene才剛公佈那個 Rookies的那張照片的時候 就有很多人說長得很像泰妍 就是那種可愛型的美女 然後呢 後來後來 produce 48 恩菲的照片一出來之後 大家又整個暴動 因為說長得太像Irene了 尤其是這個側顏的部分 但是後來我覺得比較不像的原因是 他們的臉型比較稍微不太像這樣 近期有一張照片 大家又引起熱意 就是這一張 你們可以猜一下 如果沒看過這張的話 好 3 2 1 有公佈答案 這張是Irene 遮起來的那個角度 的確是蠻像泰妍 非常典型美女的樣子啦 今天的最後一組呢 我覺得非常的好笑 剛剛講的都是跨團對不對 但是這一組呢 是他們團裡面就自己 撞了撞到翻掉 而且是三個 沒錯 就是愛子丸的 Joyuliz 喔 OK 曹柔里 瑞娜跟蔡元 來源是有一個記者 拍了這三位的照片 他下面的附註 都是曹柔里 直接就是一個大搞混 他根本就不認得誰是誰 因為他覺得這三個長得太像了 他們就直接組成一個團 叫Joyuliz 我覺得他們乍看起來很像的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長相也都是偏可愛型 因為他們的臉型是偏短 尤其是下巴這邊 欸欸我自己好像也算是這種臉型 然後他們又都是那種眼睛大大的 剛好又圍那個圍巾 對我覺得最重點就是圍了那個圍巾 記者完全就覺得他們一樣 更好笑的是就是韓網啊 他們也做了一個猜謎 好請問這四張照片 看清楚喔 這四個眼睛 有幾個是曹柔里 好我給你們五秒鐘的時間 好來幾位 答案是零 以為這四個都是瑞娜 下面整個就是有人猜三位 有人猜兩位一位 然後有人猜那一隻 很多人會把他們搞混 我們自己一直玩也是不意外啦 那以上八組呢 就是偶像之間的撞臉嘛 演員的撞臉其實也很多 如果大家有想到什麼撞臉的組合的話呢 也可以在留言下面 跟我們大家分享一下喔 好 欸我突然想到一個主題就是 如果大家對這個主題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跟我講一下 然後有想到誰跟動物很像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們這個主題 我們就是跟我跟大家一起來創作 OK 好 好分享完了這些主題了 那大家還想看什麼主題的話呢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每一個都會看喔 然後喜歡這系列的話呢 一定要分享給你身邊所有的KPOP好友好不好 喜歡的話呢 就記得按鈴分流 然後開啟小鈴鐺 然後追蹤我的IG 那我們就下個禮拜見 掰掰 這個掉下來了 我覺得最近一直在掉東西 我的手燈我又忘記 喔這個翻譯 Reddit 我好怪 我打個歌 吧 吧